REO聊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REO 今天來看世界沙漠情標賽 是由VSports戰隊 對上HOR戰隊 這場比賽也是 蠻關鍵的一場團戰比賽 這個比賽算是 世界頂級的 台灣TAG也有參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場的比賽是我們頻道 很常出現的HOT 跟少年還有MBL 這邊ROR戰隊 比較常出現的是 剛級比較常看到 除此這兩位選手 我就不太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MBL選擇的是 葡萄人 葡萄人在團戰的表現是很不錯的 通常團戰都是 打工兵會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他的工兵 有八折的優惠 而且 前期吃果子 經濟很好 所以在整體打法來說 不會有太大問題 而且中期要轉兵 或炮火槍路線或風情砲 也是可以考慮的 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HOT 選擇了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的特色 是他的村民相當便宜 在前期可以省下一堆肉 就可以按多一點肉麻 給到對方更多壓力 在團戰的表現是馬國殺手 非常難產 尤其是這個駱駝攻擊速度之快 這個定位跟驅著蘿人很像 那剛好對手有選驅著蘿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青色的玩家選擇 不列顛人 是天才少年 那這三位選手呢 是在很久以前 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 甚至在更早的時候 就已經 有組團了 欸這邊是TC爆 漂亮 大家想看到的東西來了 條盾PC爆 好 那他們呢 這個以前呢 是在AN戰隊喔 在AN戰隊更早之前喔 是在這個BOO上面就組團了 2016年時候 雖然MBLO現在沒有加入eSports 但是 現在呢 他還是喔 為了以前的老隊友們喔 可能付一個心力 為了HART跟少年齁 所以MBLO來幫忙助陣齁 好 那MBLO這邊 開局 被插 城鎮中心 條盾TC爆的優點 好 這個人口可以再多10喔 一般的城鎮中心只能載15個人 那條盾是25個人 所以這個條盾TC爆 是有一定的殺傷力的 好 那MBLO是直接放棄 那不列顛人特色呢 是工兵到城堡時代時候 會有這個1點的射程優勢喔 那這張地圖來說 前期打架應該會打得很兇 那如果能順利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那就可以很好 或者這個1點的射程優勢喔 等級來說 不列顛人前期的經濟很好 這個吃羊吃得很快 如果這邊專心吃羊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層上去 不是太大問題 那問題就是 對方會不會打得很兇喔 如果打得很兇的話 那就不太好上了 好 好 那現在MBLO直接被插TC爆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點炸裂 村民繼續出 但是時代應該是升不上去了 好 這隻村民走進來 想要圍 蓋劍塔嗎 好 圍了一下 這個木牆 一村 搞四村 這一村 很有價值 那這隻村到底想幹嘛 那目前看起來 是想要找個機會喔 進去裡面開稿 好 這一隻駱駝打一下 那MBLO這邊的目標 就是要把這邊喔 插滿木樁喔 還有這個房子 盡可能的喔 不要讓對方喔 繼續把TC再往裡面升他了 那這隻村民進來呢 就是要先蓋木槍 去來搶地喔 佔地為王 好 那把這個地先搶下來的話 待會就有機會可以去補TC喔 好 這邊 條盾一隻村民倒下 MBLO 又激活掉了一隻村民 這個城市中心快要蓋好 這裡 又要蓋TC的話 這裡 可能是蓋不下的 因為這個伐木場剛剛卡到 現在最好就是把這裡給搞好 好 這裡想要再把地方給圍起來 但是MBLO直接把伐木場給D掉 那如果D掉的話 就意味著 現在 條盾人 只要在這邊 拿下地基的空地 就可以蓋城鎮中心了 MBLO這邊尷尬了 這邊可能還是要被插囉 這邊TC 待會 好 趕快先補一個房子 MBLO漂亮 自爆船炸了一發 兩隻村民倒地 不止五隻村民直接蒸發了 條盾這個TC爆 直接炸裂 蓋不起來了 好MBLO這邊打防止地基 這個戰略打得很好 反正有些玩家對C帝國的機制不太了解 只要如果對手在這邊敲地基 那你就不能在這邊蓋建築物 所以這邊在搶地盤 所以這邊進來實質上是一個正常的TC爆戰術 但還好這邊印度斯坦哈特 早就已經升到封建時代 出了一個自爆船 炸了一波 漂亮 好 那現在少年 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那可以看到工兵射程只有四點 有點短 那這張地圖真的是很特別 一開局有三家隊友就在旁邊 所以可以說是一張比較特別的打架地圖 那這個打架地圖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這個河道裡面其實是有魚的 可以看到這裡魚道是有魚 所以可以在這邊插模仿去撈魚的 好 那現在MBL到左側這個地方 應該是想要去撈魚吃 現在村民都拿上魚網 補了一個模仿開始撈魚 好那條墩現在村民數全場最低 只剩下12隻村民而已 有點炸裂啊 那現在開局 現在就變成二打二 變成雙打比賽了 那中間這個壺 雖然可以蓋碼頭 但是魚很快就吃完 待會就要直接去撒這個魚網才行 才可以讓這個魚場繼續有可以補落的效果 好那哈特現在 開始按肉馬 但是現在對手 趨著羅人 是要來打直層喔 這邊魚網精灑好灑滿 9個魚場還在灑 這個把這張地圖當成黑森林在暴魚嗎 這個Fish Boom 看這個炸魚能不能炸的成功喔 好這個木門能不能打破 做到一點事情呢 好木門打破走進去看到TC 但是防死其實已經維持 現在防守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他的隊友 Gangji 也是點下了城堡石帶 這個城堡第一個位置喔 還是插在家裡防守會比較好 那他這個城堡 石頭要從哪裡踩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魔防 哈特有在這邊偷偷撈魚 好現在哈特跟Gangji 待會兩邊要兩軍相見嗎 好城堡石帶升級好 但是這裡要靠買賣嗎 石料直接來到了700 蓋在家裡 這個城堡的位置 可以守住一下 這些魚船 稍微守住一下 這邊正面被打的風險 好現在城堡蓋出來 就有西班牙征服者 那不利連這邊的工兵 還有兩分鐘 才可以升級好 這個下一個時代 NBL則是把家裡給 證明給維持了 那這樣條盾就不能再繼續進來 升叉 劍塔 或者是繼續TC爆了 基本上TC爆的風險是非常大的 只要一旦不成功 基本上這把你就沒有任何的影響力了 所以為什麼這些特殊的招式 在正式的比賽比較少看到 但沒想到 在這次世界沙漠錦標賽裡面 突然出現了TC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TC爆 到底有沒有這個所謂的 實戰的 壓制力 好洛瑪過來 洛瑪被TC受到有點殘血 好西班牙征服者出門了 遊戲時間來到了18分鐘 那對手西班牙人在團戰 是很麻煩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比較怕弓兵喔 所以不列電人 大衛生城堡師在弩兵二級射點好 西班牙征服者應該就不會這麼難受了 那一個單挑的情況下 西班牙征服者是很好去解掉 這個對手單位的 好 好 那團戰來說 西班牙征服者也是很麻煩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西貞能不能抓村民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要三隻村 三隻西貞才可以一發一村 兩隻西貞很難秒殺一隻村民的 好西班牙征服者已經在後面開鏢 現在弓兵升級還有一秒鐘 OK 剛好變神二級射 但是 驅者羅倫已經蓋出了三個馬就 開始要來爆馬了 平種跟赤王基礎都點下 這裡點掉了一村 西班牙征服者在後面 抽抽六的過來 但是MBL 在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這邊撈魚撈得很漂亮啊 一個模仿兩個村民在撈 把這個魚肉給吃乾抹盡 好 那西班牙征服者 兩隻 西班牙征服者 在這邊偷偷想要偷村民 那左邊哈特也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以 XPLOS在這邊 站隊了 這邊是直接走了一個開農路線 並沒有打強軍事 那反應是驅者羅這邊 還有 剛舉 這邊是打了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閃避馬 好 那打的並不是營運派的 而是控兵 想要直接一波帶走對手 但是 常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也知道 這個防守 防守的成本 是遠遠低於進攻成本的 唉唷 這邊閃避馬抓了很多村民 不錯 這應該可以抓個兩隻 三隻有機會嗎 唉唷 兩隻而已 好 但NBL這隻村民也沒了 好 現在這個河道上面的村民都會有危險 好 哈特這邊 拉了兩隻駱駝 過來防守一下 現在驅者羅人是出閃避馬 現在 哈特 印度斯坦 只要出駱駝 就能搞定西班牙征服者跟閃避馬 好 下方這裡又來一個TC爆 但是NBL直接蓋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 可以順利的 把這個TC給射掉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沒想到 這個條盾人 依舊沒有放棄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過 基本上TC爆一旦失敗了 接下來的影響力也會很差 那不如就繼續TC爆 繼續爆人家的TC 好 也不錯 好 這裡爆完之後 繼續往後走 找石礦 好 這裡兩隻駱駝 現在有點難纏 好 這裡又把這個石頭給圍起來 好 那十隻村民 增加這個箭矢數量 這個TC快要搞定 西班牙征服者往前 點了一下駱駝血量 收了進去 現在MVL家裡 轉附封琴砲 壓力應該就會小很多 好 封琴砲趕快輸出 幫忙解一下 但這一圖吸增過來 現在路途有點數量少 沒有辦法很穩定的 去排解掉 這邊吸增 吸增現在來到了八隻 好 下方閃兵馬又抓到了幾吋 這邊算TC開得多 但是人家的 多線也是打得漂亮 好 好 這個TC最後是被修好 沒有辦法 成功拿下 鋼琴這裡一隻肉馬過來支援 這裡的村民直接被變光了 沒有辦法 吸增就是這麼的麻煩 好 這裡河道還有三隻村民 再繼續撈魚 欸 結果MVL喔 這個村民沒有被抓掉喔 其實沒有死欸 哇 剛剛以為這個屍體是MVL 結果不是阿 好 好 現在西班阿 勝負者正在找 在野外挖石頭的村民們 但為什麽 這個吸增好像在散步阿 好像在逛阿 沒有逛到任何一隻村民 有這麽 巧的事情嗎 好 這裡村民點掉了很多 這裡已經殺了15隻村民 這一坨工兵已經架直連城了 哇 沒想到在前線的部隊已經搞到了很多事情 團戰就是這麽的混亂阿 好 吸增過來被秒殺兩隻 好 吸增打不贏 弓箭手 最大原因就是射速的問題 而且很脆阿 哇 直接被點掉了 好多村民 而且有彈道水喔 所以其實不太好躲 好 那現在少年 繼續出工兵就沒問題 TC繼續農 家裡出工兵 挖命一頭工兵 就能擋住這邊西班牙征服者的騷擾 NBL雖然被TC爆 但是城堡時代一上去 也是產出了一堆風情砲 進行自保 所以現在暫時前線沒問題 被TC爆也沒問題 反而是條盾這邊 已經沒有辦法有生時代的能力了 甚至現在沒有4級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 是透過買賣給隊友資源去抗衡 所以不用再去想這個 能不能4級給資源這件事情 那有些比賽會比較明確的表示說 要到地友時代才可以給資源這件事情 那這個比賽其實我並不太了解 有沒有這個硬性規定 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 應該就是有4級 應該就可以給資源才是 所以如果以照這個規則來走的話 條動人這邊的目標 應該也是要趕快升到封建時代 蓋一下這個4級之後 趕快給隊友資源 會比較好一些 在這邊挖石頭的3隻村民 已經被點下了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 沒有辦法給到很好的壓力 而且正面的工兵單位 一直給犧牲更大的麻煩 現在少年工兵回家 做一個聚集的動作 來到了33隻喔 而且左邊已經圍的差不多了 但這樣地圖終究有個河道 沒有辦法完全圍死 好 下面有一波打鬥 看一下這裡 好 現在哈特的駱駝有點打不太贏喔 驅著烏仁的駱駝也是有點痛的 好 雖然現在對手一直在家裡繞 但現在村民宿來說 還是MBL 這邊喔他們是領先的 169村對156村 那以經濟上來說是暫時領先 那軍事上面 也沒有到太落後 其實MBL被插還是有出兵 現在三家都出兵的情況下 也可以說是三打二了 那條頓這邊要盡可能的搞事喔 這個搞事的重點呢 就是要把這些支援點全部為一個木牆 差不多 好 這一波有一些閃避馬過來 但是被弓兵直接點爛 連閃避馬都有點扛不太住 不連弓兵的傷害了 現在這一坨兵要打贏 至少也要來個二三十隻的閃避馬吧 十五隻左右有點極限喔 二十幾隻應該是ok的 好 但是MBL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少年這邊帝王時代也點了 那MBL這邊先點帝王時代 待會還有個優點 雖然是單TC上的 但是他有港灣大商戰 葡萄牙這個文明喔 特性 可以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只要有兩百人口 蓋一堆房子 就可以馬上蓋這個港灣大商戰 慢慢產生無限支援 然後這個無限支援 又可以接續 讓自己慢慢產生石頭的效果 去產出火炮塔 或是插棍座城堡 進行前線哨戰 壓制敵人的這個戰術 也是蠻適合 好 但是重點就是 還是要先蓋港灣大商戰 所以這個戰術成立 至少要來到40分鐘左右 才有可能會看到 好 那現在這些工兵 又做到了一些事情 現在二打三壓力很大 現在三家的兵力聚集在一起 但是ROR戰隊 就只有西班牙征服者比較有火力 現在驅逐路人 要一直想辦法 用閃避馬去偷家 這邊可以看到 四處都有在著火的樣子 但是這邊 ROR戰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VSports戰隊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個勝利來的有點突然阿 這也是因為喔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跟閃避馬 都是很吃肉的單位阿 所以帝龍時代版就不太好上阿 那不列天這邊以上電龍是在巨頭開拆 壓力這一坨也解不掉 這也會慢慢侵蝕到自己的基地喔 所以沒有辦法很好的守住 雖然TC有開 但是4TC上去也是有點慢了哈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可以看到條頓人 這邊TC爆經濟是最差的 只有4100支援阿 MBL雖然被插喔 但是他至少1萬2喔 是其他隊伍的一半支援以上阿 所以可以看到MBL 針對這些招式來說 他的應對還是做得很不錯的阿 那團戰大家想要選這個TC爆的話 可能也是稍微學一下就好 畢竟這個打法並不是高勝率的打法 遇到這種高手的情況 還是很容易被反制住的 像MBL這樣子防守的特別好 就沒什麼問題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